嗨 大家好 我是Patrick 我现在在日本的大阪过来旅游 从上周末开始在这待了大概七八天的时间 三四天时间在京都 然后这两三天都在大阪 因为两三个月前我刚去了冲绳 在冲绳玩了个星期 其实当时我就想拍一期视频跟大家聊一聊 对日本的一些感受 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冲绳它不够日本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京都和大阪体验过之后 我觉得可能会更有发言权一点 而且我这期的视频可能不太会从旅游的视角 比如说你要去大开什么地方 你要去住哪里 我不太会从这种方向去分享 因为我会单独做这种酒店开箱的视频 如果大家想看这种关于酒店的分享的话 可以看我其他的视频 这期我可能更多的是从一个体验和观察者的视角 去看日本的这种生活 是不是跟我们想象的一样 另外就是假设你考虑去日本发展 来日本移民生活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试图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当然了因为我来的时间还是比较短 所以说感受肯定有很多偏颇的 偏游客的 甚至是一些偏见的东西 所以说有说的不对地方 也欢迎大家指出 也欢迎大家补充 首先说吃 我觉得对于中国人 对于我们东亚人来讲 去日本吃东西是你基本上不需要适应的 当然了可能 比如说江浙那边的人 广东那边的人可能会更适应 可能北方大家喜欢吃面食 当然这边有拉面 然后比如说你是西南地区的人 可能你比较喜欢吃辣的 这里在日本确实是比较少 但是对于口味偏淡的朋友来讲 我觉得在日本基本上不需要适应 不管是吃拉面也好 吃寿司也好 比如说你喜欢撸串的人 喜欢吃烧鸟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 包括我前两天去吃了一家关东煮 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它是用鲸鱼肉炖的熬的汤 去做的关东煮 还是一个挺特别的这种风味 我觉得从吃上日本 其实跟内地跟香港 这种是很像的 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发现 大家也更喜欢去吃日本的烧肉 日本的寿司之类的 基本上你看在香港的饭店 排队最多的基本上都是日本的餐厅 但是我觉得日本的吃饭有几个问题 第一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口味确实是有点过于清淡 有的时候它只是加盐 或者加一些酱汁去调味 如果你是重口味的话 可能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第二个就是它吃生的东西会比较多 不管是刺身吃寿司 包括它一些饭或者之类的 它上面给你放的肉都是半生的 或者是有一点点生的 这个可能大家需要 有的可能是不太适应 有的可能不太习惯的 另外就是我的一个发现 就是在日本吃蔬菜真的是很少 特别是我来大阪这几天之后 我发现我印象中 好像几乎没有吃到任何的蔬菜 当然了你补充维生素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吃它药妆店里卖的各种补充维生素的补剂之类的 或者是你去买它的那种蔬菜汁之类的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习惯了吃蔬菜的朋友们来讲 当然你自己在家做可以 但是这个菜价是肯定比在内地要贵很多 可能跟香港的菜价是差不多的 然后包括吃水果 我觉得这边吃水果也是比较少 从饮食上我觉得这点是最大的感受 另外就是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去逛他们本地的超市的 不管是在冲绳还是在京都还是在大阪 我去逛了他们的超市 我发现超市的价格跟内地比肯定是贵的 但是不管是肉也好蔬菜也好 蔬菜价可能跟香港差不多 其他的很多你平常买的一些 你在香港会买的日本的东西也好 价格基本上香港的价格是日本的一倍到两倍 那就让我突然来了日本之后 对回香港买 比如说去那个Donkey 比如去勇望买东西 让我产生了非常大的抵触情绪 我觉得很不划算 在香港买的话 但是没办法 在香港没有其他的 这个更便宜的 你想买日本东西的选择 所以说我觉得从吃的角来讲 我觉得物价可能没有 大家想象那么高 那除了去超市买东西之外 其实你在外面吃饭 我住这个附近有一家叫做银鸡SOBA 就是吃拉面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我吃过在香港吃过最好的日式拉面 它在哥夫街那条街上 我刚好这次住的酒店附近 就是这个店的总店 我就发现香港的价格 基本上是这家店的三倍 这家店卖50亿 大概折合港币50亿碗的拉面 在香港差不多你要150亿 这样我就觉得很坑 当然不只是吃拉面 你在香港吃烧肉吃寿司 基本上价格都是要比日本本土贵出一大截的 所以像我在香港生活时间比较久 然后我来日本之后就觉得有一种吃到就是赚到的感觉 买到就是赚到的感觉 确实有这样一种感觉 我相信其实在内地的朋友很多 我们中国人在这边旅游 我发现大家应该抱持的也是同样的感觉 你不管是买它本土的像Montbell这些品牌也好 还是去吃饭也好 基本上你多买就是赚 其实相对于你在香港或者在内地买 其实就相当于省钱 所以说这个是从物价的角度来讲 那住呢 其实我也观察过一些包括重省 包括大阪还有京都的房价 我前天去大阪环球影城的路上 我看到有一个广告 那个地方叫西十条还是西四条望 那个地方大概离梅田 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城市的商圈 可能就四站地铁吧 然后那个地方我看到它的一个广告 是新盘 七十平的房子 我折合了一下港币大概是200万 这个价格我觉得如果放在香港的话 简直是不可思议 七十平的房子在香港大概要卖 一千两百万以上 这个房价大概是香港的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相信这个收入肯定是没有香港的三分之一 不止香港的三分之一 那所以这个房价和这个收入的比来讲 我觉得日本应该还是比在香港要好很多的 查了一些资料 说这种板楼其实在比如说在大阪 这种板楼还是相对比较贵的 如果你在郊区住它的 或者是稍微远一点地方住它的一户建 就类似于那种像连排别墅一样 但是它没有院子 就那种独门独户的这种小房子可能更便宜 可能一百万或者一百万多一点就可以买到 虽然日本居住的面积普遍比较小 这点我住酒店也可以感受得到 但是你从这个价格来讲 其实真的相对于香港 甚至我们在内地的这个一线城市来讲 这个价格都算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而且大阪不是什么小城市 它应该是整个日本第二大的城市 那如果从住的角来讲 我觉得在日本买房子应该压力没有那么那么的大 然后租我其实也看了一些租盘 因为我刚来大阪那天是住新大阪那里 可能就是偏北一点 我看那边那边的租盘价格 基本上一个大概30平到40平的一房的价格 大概是3000到4000港币之间 我觉得这个价格基本上也是大家可以承受得起的 因为你像在深圳的话 一个城中村的一房一厅可能都要3000到4000 现在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或者最起码要3000吧 那城中村的环境跟他们我看到的那些挂出来的那个房子的环境 相比肯定还是不管是配套啊 这个户型啊环境啊 包括治安呢 我觉得都还是有一心的一定的差距的 那我看了一下日本的这个麦当劳的每小时的价格 大概是65折合65港币左右 虽然可能比香港低一点 但是你相对于它的物价 比如说吃饭啊 比如说租房来讲啊 我觉得这个收入应该还是不错的啊 你是很容易通过自己的劳动 哪怕是一些比较低端的比较基础的劳动 就可以负担自己的生活的 这点我觉得是不错的 然后另外的就是我觉得日本的规则性啊 日本的规则性还有秩序性真的是很强啊 我觉得这个规则性和秩序性是要更强于香港啊 感觉是一个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人讲规则要排队啊 但是我觉得像日本其实感觉是香港的一个加强版啊 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我从这个冲绳的机场出来 你会发现它所有的这个行李 你去拿通用行李的时候 它所有的行李从那个船船出来的时候 都是摆放的整整齐齐的 然后是把手对着外边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伸手直接拉到这个把手 直接可以把它拿下来 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 虽然这个是很小的细节啊 但是你从细节里就可以感受到 就他们其实做事情是非常的认真的 而且他们是会非常的为被服务者去考虑的 然后呢我坐这个地铁 大阪的地铁的时候有一个很细的观察 就是它的这个上面抓的那个把手 它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是在门口的话 你的把手就会比较高 因为它太低的话容易碰到头嘛 然后你的座位两边其实是有那种可以抓的那个把手的 那这个两边的这个这个把手呢是相对于高一点 但是没有到门口那么高 所以因为你除了可以抓上面的把手之外 你其实还可以抓附近的这个两边的这个杠啊 所以说如果你起身的话也相对会比较方便 那如果是你在一个一排座位的正中间那三个地方 因为你是没有把手可以抓的 那三个地方的上边的那个抓手是最低的 我相信应该是方便 比如说你坐在那里 你腿脚不方便 你不容易起身的话 你是比较容易伸手过到那个把手起来的 这个是我的一个观察 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确实做的很细啊 想的很多 那从你被服务者来讲 你的便利性会很好 那另外我不得不吹爆的就是这个日本的厕所啊 我不管是在冲绳还是在大阪还是在京都 它基本上所有的洗手间啊 我相信很多来日本旅游的人也发现 它所有的洗手间都是那种智能马桶啊 而且非常非常的干净 几乎没有看到过不能上厕所 你觉得很脏 没法上厕所的这个局面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厉害啊 我就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洗手间是最难去管理 因为它不断有人用啊 所以是很容易脏 很难长期保持这种捷径的 而且都配置了这种智能马桶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日本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件事情啊 那我不管是上一次去冲绳还是这一次来大阪和京都 我其实每次计划的时间都不短 大概都有八到九天的时间 但是每次都有让我觉得好像还想多玩几天 想多待几天没有待够的感觉 那所以说整体的感受来讲啊 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的 那我觉得如果在这边生活的话 应该你的感受会更加的强烈和具体 这种服务的细节啊 这种生活的品质啊 这种干净整洁啊 当然大阪是个例外 我觉得大阪的干净程度比京都啊 OK那瓦比那个冲绳那边都要差很多 可能大阪人比较奔放啊 比较粗犷一点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在这边生活的话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啊 当然这种体验 其实我去年去泰国的时候 我也就是有意识的 就是想找一下这种体验生活的这种感觉 我就会发现日本不管是从干净程度 文明程度这种细节的这种程度 我觉得都是比比如说大阪跟曼谷相比 我觉得都要好很多啊 那我觉得从居住地来讲 我觉得日本是一个在东亚范围内至少 或者是在亚洲范围内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但是呢 说了很多 我觉得日本比较好的地方 我觉得有两个地方啊 我体验是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或者是跟其他的 对于日本的体验的这种好事 非常不一样的 那首先呢 就是语言问题啊 我觉得语言问题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香港它其实是一个多语言的社会啊 官方语言是这个广东话 然后呢 现在普通话也普及得很 就是很广了 然后英语呢 也是一个官方语言 那假设你不会说粤语 假设他听不懂普通话 那最起码大家还可以用简单的英语 去做一个交流 而且你看这个汉字 你是没有问题的嘛 所以说我觉得从生活上 我自己的感觉 在香港生活 这种语言的问题 倒没有那么的严重啊 那在日本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个社会 它真的不是一个 就是说英语的社会 它真的就是一个 只说日语的社会 那会遇到很多问题 就是我前两天去了一个 这个居酒屋 那居酒屋感觉非常好啊 都是就是本地日本人 在那里晚上站着 然后吃一些他的很小 那小碟小碟的那些小吃啊 然后喝啤酒啊 喝他们的清酒啊之类的 然后跟老板在聊天 就跟电影里边的 这个电视剧里边的 室演食堂感受是一样的啊 主要它是那种现代版的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老板只会说日语 然后他的 manual 他的那个菜单是挂在墙上的 只有日文 这个就很烦 而且他的文字是手写的 即使你用谷歌翻译 去照那个图片 然后让他翻译翻译下来也是基本上离题千里啊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包括你去买东西也好啊 去吃饭也好 如果是那种游客接受程度比较高的啊 他在这种旅游区啊 或者在市中心核心区的一些大的店 他可能会有日文的manual 就是菜单 会有英文的菜单 甚至会有中文的菜单 然后比如说你去商场里边 甚至还会有中文的导购来服务你 但是如果你真的在这里生活的话 我觉得如果不是会日语的话 你可能会遇到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啊 你日常可能去办事 不管是去医院呢 去这个去其他的一些机构啊 比如说你要去政府机构去办事 我相信一定也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的 这有可能会影响你的生活的品质的 那如果是你还要在这边工作的话 我觉得这个问题会更大 有的时候这个问题真的是无解啊 你们找不到一个可以共同交流的语言 这个是我觉得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其实如果这个问题稍微延伸一点啊 因为现在不是都在传说 这个亚洲的金融中心要换地方吗 有的人说新加坡 有的人说是东京 那我相信如果是日本普遍的这种 英语的接受程度的情况的话 包括我之前大概两三年前 我曾经因为工作的原因 跟日本的一些证券公司 打过电话沟通过 我就发现 你会普遍的出现 他们一个字的英文都听不懂 就是导致你无法把这个事情继续下去的 这个问题啊 那所以我觉得语言问题 有可能是阻碍日本成为新的 比如说东京啊 成为新的这个国际信融中心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啊 这点从语言上来讲 我觉得香港要比日本做的好的太多太多 另外一个方面是我自己的感受啊 因为我有几次坐地铁都是赶上他们下班的这个高峰期 我明显的感觉第一大家还是就是很辛苦的嘛 然后你在这个地铁上看到下班的这些人里边 穿着衬衣穿着西裤的那些啊 当然是以男性为主啊 这个日本据说婚后25岁30岁以后 女性工作的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 大部分都是男性在工作 你会发现这种年长的男性是很多的 很多你发现50多60多的男性啊 他们还在这个工作 然后你就会在地铁里面感觉到感受到那种压抑的那种感觉啊 当然了最近这个退休时间往后拖的这个话题也很很热啊 然后然后我就当然我看到这个场景我就想到了 可能比如说在内地以后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况啊 我就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很压抑啊 那第二呢就是你会发现 比如说你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日本人的状态 跟他晚上下班的时候 他的状态你会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明显感觉到在比如说在地铁出站的时候 日本人是非常的焦躁的 特别是在大阪日本人是非常焦躁的 你平时看到的日本人的那些礼让啊 那些那些内敛呢 那些这个自我要求很高啊 就感觉好像这种感觉突然间已经消失了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 一天的工作啊太折磨了 然后这个太压抑了 所以导致他们晚上已经就很焦躁啊 想立刻把自己原来的那个面具给接下来 去换成另外一个自己啊 你就会发现他们比如说下地铁的时候就会 就会挤人呢就会推人呢 然后甚至出站的时候也不会有这种先后顺序 就是有一种争先恐后的要离开地铁站 要出去的感觉 这点我觉得反倒是香港给我的感觉会好很多 大家都说香港压力很大 说香港态度不好 但是我感觉啊 最起码香港你在上班的时候在下班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或者是你的自我的精神状态是差不多的 那可能你上班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 这个自我的内耗啊 因为香港应该不像日本这样的等级森严 下级要服从上级 你新来的要对上面每天扶手贴耳啊 鞠躬啊 甚至要帮他买咖啡啊 言听计从啊 每天下班要给所有的人鞠躬才能走啊 香港反倒是一个大家比较flexible 比较松的一种状态啊 你像在办公室里大家都互相叫 基本上都叫英文名为主啊 然后很多时候你上下级之间的工作 也都是以讨论的形式和商量的形式为主 那你下班之后呢 也没有太多人会去给你太多的 这个比如说周末会联系你加班 当然现在加班香港也有啊 但是相对来讲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自我的时间的这种状态 反倒我在大阪 我经常看到这几天啊 经常看到晚上九点多十点 就是大家一群穿着这个衬衣的人 还在居酒屋啊 在饭店里面在应酬 当然我相信是有大家工作压力大 所以不想回家要在外边喝酒 要在外面释放情绪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我相信很多情况肯定也是 比如说你的上级 他的社长啊 什么课长啊 应该是这种 类似于主任一样的这个职位 他们需要去吃饭 那你下级就要陪着他们去应酬 我相信 从我自己的观察来讲 很多情况是这样啊 并不是朋友之间自我的这种 喝酒宣泄啊 释放啊 应该是这种 所以说这种等级森严呢 这种社会压力啊 我觉得还在的 现在的同事里面有很多 他们经常来日本 所以说他们对日本比较熟 那他们就告诉我说 日本呢 他们它其实是一个生活的天堂 因为我刚才讲了嘛 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啊 服务态度啊 这个生活质量啊 都做得非常好 但是呢 日本是打工的地域啊 因为它等级太森严 你没有太多 快速的超越的机会 你只能在这种 像齿轮一样的社会结构里边 就是慢慢的磨合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 当然来退一步说啊 这种生活方式 这种节奏 包括这种生活品质 这种生活的状态 看跟谁比啊 我觉得可能跟香港比 是有它的优劣 可能 但是跟其他的某一些地方比 有可能这种状态 还是比较好的 最起码 你在60岁的时候 你还可以有工作 可以做 对吧 那基本上这是我 这几天在日本的一些感受啊 叠加了上次在冲综 综合来讲的一些感受 可能聊的也比较散啊 而且没有从这种 攻略的角度去分析 但是我相信在我频道的很多 大家从内地移居到香港的人 已经拿香港身份的人 很多人他可能会考虑 不止香港这一个目标 可能还会考虑其他的地方 那所以说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来讲 可能我这期视频 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啊 那最后来说一下 我自己的这个知识星球的频道啊 那我自己是打算 除了讲香港之外 我可能会去研究和去探讨一下 除了香港之外的其他的地方 比如日本啊 比如加拿大啊 澳洲啊 美国啊 从找方法的角度去 进行一个分析和研究 试图找到一些 你除了香港之外 其他的发展 或者是你移居的方向 我更多的想从这个方向去讨论 那我觉得如果大家 有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知识星球的频道 派翠克同学 那当然我主要还是 以分享香港的签证啊 香港的优才啊 高材啊 香港的续签啊 找工作啊 从这些角度去分析 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以后呢 我更多的会加入到 比方说怎么样 移民日本啊 然后一些物价的对比啊 移民加拿大的几种方式啊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可能会多一些这样的讨论和分析啊 也希望可以给大家多一些有用的资讯 或者是多一个角度吧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 理想中可以长期生活 可以自己喜欢的地方 那这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关注和转发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